大家好,本章我们主要讲一下技术选行 为我们这个项目做一个最基本的方向的一个确定 就是技术方向的一个确定 然后做一些准备工作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好,我们看一下主要内容 技术选行我们先确认一下 我们需要的一些工具 一些技术点 一些框架的一些选择 为我们的项目确认一个方向 首先是技术选行的概述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去做技术选行 技术选行完成之后 可能是要遇到一些知识点 就是我们选择了哪些东西 知识点我们需要简单的介绍和讲一下 以便我们后面不障碍的使用 最后就是本章的一个产出 就是我们本章做完技术选行 以及做完知识点介绍之后 我们随着选行随着介绍 我们会随着代码演示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配置出一个框2的一个开玩环境 这样的话有了开玩环境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环境中 去做一些接下来的开发 所以说本章这一步也是比较重要的 虽然说是以讲解知识点和讲解选行为主 好我们按着看一下 技术选行的概述 首先第一个对于框架选择 我们是对比的这个 Core2以及Express 以及Egg 这三个框架 这三个框架应该是在Nolo.js中 比较常用的三个框架 那我们这选择的肯定就是Core2的框架 通过我们这个科学的标题也能看出来 之所以选择Core2是因为 我们先讲一下后面两个 Express这个框架它是基于GS回调 大家都知道这个GS回调 对于变成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繁琐的 特别是对我们GS这种义无变成模型的这种变成来说 所以说在好几年之前 Express的这个团队呢 从Express基础之上 或者说参考它的这个中间的模型 然后重新开发出了这个Core2的这个框架 这样的话呢 Core2支持了一步函数 就是Async Await的一步函数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讲到 就是先记一下 然后后面我们都会讲 所以说有了几步函数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在目前看来 或者说在未来的三五年之内至少 这是GS开发 一步变成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所以说Core2 现在是原生支持这个Sync Await这个一步编程的 所以从这个一步编程的这个方式来讲 Express就被我们排除掉 另外那个Ag Ag它是安理制作并且开源的一个 企业机的一个诺导节框架 它要比Core2要更大一些 就是更上层一些 Ag的底层也是用的Core2 相比于Ag呢 Core2更像是一个 就是WebSew的一个框架的一个 HTTP处理的一个内核吧 可以这么说 然后Ag又在它的基础之上呢 又分装了好多药物性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课程中 如果用Ag的话 就相当于是我们直接去学这个Ag了 就是相当于 我们直接去学这个Ag的套路 至于Ag里面怎么去实现呢 这个我们也不好在一个课程中 一边学一边去解决它的圆码 对吧 所以说 如果我们用Ag来做的话 相当于是我们学了Ag的套路 然后按照Ag的套路 做了一套我们自己的这个项目 然后如果是我们用Core2来做的话 相当于是我们基于Core2 这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框架 或者比较一个精简的一个框架 基础之上呢 我们通过自己的拼接 我们通过自己对于 这个技术发展的设计 自己的开发 自己的一个包装 把它拼接成一个 我们企业可用的一个重要型 或者说稍微大型一点的 WebSew的一个框架 就相当于是我们通过一个项目的 把这个Core2进行那个封装 一个二次开发 然后达到了一个Ag 它现在现有的这样一种效果 所以说对于我们学习来说 用Core2是最合适的 对吧 当然如果是你在实际企业应用中 比如说你在实际开发中 是不是用Core2 还是不是用Ag 这个得按照你自己的 现在的需求评估 但是对于我们学习Nordgex来说 用Core2 然后我们接着Core2去 一步一步把这个项目开发出来 这个对我们学习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可以体会这一步 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为什么这么做 对吧 所以说我们选行里面 选择Core2 这是没有问题的 以及说你未来 在做一些类似的项目中 去做 去这个对Nordgex 进行基确选选行的时候 你选择Core2 我觉得也应该是 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OK 第二个呢 数据库选择 既然我们做一个项目 肯定对有数据库 对吧 而数据库选择呢 现在Nordgex里面呢 比较常用的是 MySQL和MangoDB 这儿呢 我们选择是MySQL 为什么这么选呢 其实还是一个 我们就上一次Nordgex 可说的那个原因 MySQL是现在企业中应用 最广泛 也是成本最低的一个 数据库系统 就是MangoDB 这个应用呢 特别是在 中担型企业里面应用 绝对没有MySQL 这么的广泛 因为在中担型企业 特别是大厂里面 这个数据库的运维 一般都是有 专门的团队来运维的 然后他们对 MySQL的数据程度 以对MySQL的 这个数据的管理程度 这个 从之前固化到现在 就是 无论是从这个 使用编约度上 还成本上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MySQL 依然是现在企业中 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数据库 也是目前这个 WebServer 应用最广泛的 关系型数据库 另外的关系型数据库 也是我们学后 必须要掌握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这儿 选择MySQL 这个应该是 至少是一个 特别稳妥的一个方案 也特别实用 好 加上登录技术 登录技术呢 我们这儿还是选择 这个Session Session其实 它有一些知识呢 我们在上一节的 那个诺德杰斯 做博客的项目中 已经讲过了一些原理 那我们那个本次课呢 主要就讲 它在Core2中 怎么去实际的应用起来 然后JWT还有一个 就是JWT呢 也是我们日常 使用的一个登录技术 但是论广泛程度来说呢 Session应该是 要比JWT要广泛一些的 特别是在我们开发的 这种WebSphere的 这种系统中 Session应该是 要比JWT要更广泛一些 所以说 如果是我们非得选择 一个去做 就是WebSphere的登录技术的话 我这儿还是建议 要选Session来做 JWT呢 就是也是 一个比较流行的 一个登录技术 但是呢 它就是 我觉得它更适合一种 服务节点比较分离 强务端分离 以及 就是域名不是很统一的 这种 就是比较分散型的 这种项目 而Session呢 就是比较适合 于我们现在开发的这种 就是域名比较统一 然后 有时候可能还会用到 一个后端的模板引擎 这样的一个 比较集中化的 一个WebSphere 所以说 这两个中 我们选择Session 也是比较稳妥 比较稳定的一种 比较实用的一种 选择方式 因为我们是要 就是 不管是选Session 还是选MySQL 大家看这种选择的 这种方式 因为我们是要 学习完之后 我们是要真正 应用于企业 应用于实践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不能 就是 先离主路 对吧 我们要选择一个 主行到主干线上 利用最多 用最广泛的一个技术 来去做 这样的话呢 才有最大可能的 能保证你学的东西 能在企业中去应用 然后前端页面 因为我们 这个项目呢 涉及到前端页面的开发 大家在之前的 那个演示中 也看到了 有前端页面 前端页面呢 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呢 是用后段摩板引擎 后段摩板引擎 这样 这儿 如果是你初学 诺德杰S 或者说之前没接触过呢 可能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EGS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后面会介绍 一介绍就知道了 这样呢 我们选这个后段摩板引擎 相比之下呢 还可以选VUE和REAC 这种前端框架来做 如果选VUE和REAC 它有两个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 就是这个VUE和REAC 本身就比较复杂 所以说 如果是我们把 REAC和VUE引进来之后呢 我觉得有点那种 宣明夺主的意思 就是你这门课 讲诺德杰S 对吧 讲诺德杰S 然后你又花了一半的时间 去讲REAC 或讲VUE 这样的话 你这门课 是不是有点 类似于全战的一种课 对吧 我们也知道 在有限的经历 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东西 都讲得那么 全面 那么惊喜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只能是 抓着我们的核心 抓着我们的重点去讲 我们就伸手后端讲 前端框架 我们就不设计 如果设计的话 我们就有点 两边都顾不过来 对吧 这样的话 可能会导致 两边都讲得不好 然后 如果是用 VUE和REAC 来开发呢 第二个问题 就是它是完全是一种 前后端的开发方式 前后端的开发方式呢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接下来 就这门课 我们要接触一个什么呢 接触一个 比较简单 比较传统的一个 服务端渲染的一种技术 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EGS 后端摸摸引擎 但是EGS 只是它的其中的 一个摸摸引擎之一 还有很多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RT template 还有J的这一些 反正就差不多 差不多 我们就选一个就行了 然后后端摸摸引擎呢 它也是我们做 后端 就是做REPSOR 这一段 必须要的一个技术 比如说你是做Nordgex的 你说Nordgex很熟 但是 后端摸摸引擎 你一个都不知道 这个事肯定说不过去 对吧 这个事就是相当于 是你说Nordgex很熟 但是你不知道 数据库是什么东西 类似于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这个 我们是必须要学的 所以说正好 基于这两种原因 我们就选择 这个后端摸摸引擎来做 一来呢 它也比较简单 它也不会像 VV和REPSOR 那么重 二来呢 也是我们学后端 必须要学的一个知识点 所以说我们这就选择它 然后缓冲数据库 我们用Redis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也没有其他 比较强的精彩对手 然后呢 单约四手 我们用JEST 这个应该也没有问题 现在这次用的比较广泛 而且也简单易用 好 那通过两页PPT介绍呢 我们就大体的讲起来 这个技术选行的一个概述 为我们接下来做那个 知识点讲解 或者说做这个 科学环境的一个搭建 确定的一个方向 OK 那我们这一节就顺便 把知识点介绍 这个目录说一下了 第一个我们先介绍一下 Core2和EGS 就是Core2的这个项目的数据化 项目的搭建和EGS 模板引擎怎么用 这个东西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 不要害怕 这个很简单 我们审论就可以把它讲完 然后MySQL和CycleLights MySQL数据库 这个不用说了 CycleLights呢 是MySQL 可以说是我们在 WebSore2比较常用的 一个ORM的一个框架 或者说是一个工具 都可以 至于它是什么 以及ORM是什么 它直接用MySQL 有哪些好处 我们后面再说 总之这两个 就是和数据操作相关的 对吧 再往下呢 就是Redis Redis就是我们和 缓存相关的一些事情 然后再往下呢 是Core2和Session 就是我们选择的这种 登录方案 到底是怎么用起来 然后再往下呢 是Dest 单元测试 怎么为一个功能 怎么为一个 接口 做一个单元测试 最后呢 我们就补充一下 这个DWT 就虽然说 我们刚才对比说 它和Session 都可以做登录 对吧 但是我们最终 选择了Session 但是呢 DWT也是比较 常用的一种技术 所以说我们后面 介绍完知识点之后呢 我们把DWT 再去实际的补充一下 以及介绍一下 它是什么回事 以及它怎么在 DWTJS这种使用 这样的话 我相信大家的能力 对能力的提升呢 应该就更加全面一些 对吧 OK 这就是我们本集的内容 也是对我们本章的内容 做一个开头 和一个范围的确定 这样的话 大家就知道 我们本章主要讲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们下一节开始 就开始讲 那个QR和EGS的 咱们演示 欢迎大家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